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一个官方的一个Twitter上面已经发了一个声明稿 Private现在是一个关闭式的一个网络 他并没有上主网 也并没有去做上链的动作 他目前所有的交易或者是交换做交易的动作 都是非法 都是第三方授权的 所以如果后续发现了什么状况 都是后果自负 partition may result in loss trice only official Pi channels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Pi的一个Twitter上面的声明 以及Pi在他们的官方website上面的声明 这非常明显的直接讲说 如今所有售卖预售拍的行为都是unlegal 非授权非法的 不要从第三方去购买拍 如果购买后果自负 ok 这跟Twitter上面发股是一模一样 那这件事情很明显 就是在讲火币交易所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 12月26号的时候 PiBi 并没有去做上架到火币交易所行为 但是火币 ok 孙哥非常厉害 他直接把社区丢出来当挡箭盘 他说社区反馈 社区的用户强烈推荐 ok 火币要去上主网 大时候就关注说火币之前说要上主网的事情 好像也是在一年多以前喔 ok 大家可以看到 在翻找大概将近一年多的时间的时候 火币也是说 ok we are running a snob 每次10月多或者是一年多前都是说 赶快要上主网 但是都没有都是假消息 ok 所以呢火币今天赶鸭子下架 他讲的话非常的文周重 非常的有文字艺术 他说在主网成功升级后 会第一时间做Pine Network做上线的审核 ok 那26号这消息一出的人 大家可能觉得说 Pine Network是不是要准备上主网 后续上主网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套现 或去做交易的动作喔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火币喔 在什么时候 ok 去做上币的动作 在29号的时候 他并不是去做上币的动作 而他是去做了一个齐全合约的一个动作 ok 你现在去做的交易 都是去做了一个USDT的一个交易 ok 那为什么能不能上主网这件事情 非常的关键呢 我可以跟大家讲 Pine Network现在还没有上主网 他现在交易所是没办法去做了一个充值提线 也就是充提的动作 那所以呢 没办法去做这个充提的动作 现在价格才可以维持到这么高档 ok 理应来说并不能这么高档 为什么不能这么高档呢 来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ok 这个是Pine Network的一个白笔书 给大家了解一下 比特币大家都不陌生 最终的发泄量只有2100万 现在的价格 ok 现在比特币的价格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大概是在16500左右 ok 16500左右 16500乘上2100万 这个是比特币的一个市值 那我们对应到呢 火币是什么市值 ok 火币的市值 它现在是 ok 200亿 200亿美 ok 乘上它现在价格240块 美金 以及它什么 它的经济模型 它这个financial model 并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经济模型 而且大家可以想想看 你每天打开你的Pine Network的APP 点一下闪电符号 就可以去做挖款的动作 基本上是没有付出任何劳力 时间甚至是金钱成本 那你在这种比较不劳而获的情况下 挖到这个Pipe 而且大家有等了这么久的时间 如果能去做一个充提的行为 你会不会价格一到高点 或是一上笔 就直接去做套现卖出的动作 那去做一个套现卖出的动作 这价格是完全没办法维持 大概200多300多块的 以及比特币市值这么大 也只有2100万枚 OK Pipeit发行了200亿枚 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等的一个行为 好 那这是我们讲完了这些Pipeit的起源 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 Pipeit它其实 创办人是两个standard的PHD PHD就是博士 那很多人说Pipeit这个团队是不是资金盘 或不是是要来割韭菜的 或者是什么孙哥跟火币交易所的观点 那我可以跟大家丢一个大想法给他去分享 大家可以想想看 今天如果Pipe Network要去主动去体现 它在去年牛市的时候 是不是比特币在6万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高点Formal的情书去冲进去 去做一个套现动作 但是Pipe Network它并没有这样做 它整体你可以在它的Twitter上面 OK整体或者是它的内 它的一些 它这些这些人的一些Twitter Linked上面 可以发现他们持续去做一个社会公益的事情 他们在这边持续的发明 持续的更正 持续的加大Pipe Network整体的生态性 并不是一个去做套现的一个行为 但是 但是 很多人就会想说 但是它为什么还不上主 为什么还不能上链呢 整体来说 因为它一开始 Pipe Network在行销 营销的力道上面非常常见 让大家了解到什么是加密货币 什么时候是数字货币 但是在它整体的Pipe币经济模型上面 它并没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简单 并没有非常一个完整的极致 但是 大家都是可以去确保 大量的货币 可以在个体之中很简单的去做取得 OK 所以它整体来说 还是在一个 还是在一个开发的形态上面 但是 今天火币教会所 他今天忍不及了 直接 上架到他们教会所去做买卖 大家注意 这是7000合约的买卖 并不是一个Pipe币实质的买卖 所以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讲 大家可以想 这就是一个空气币在买卖 OK 你买卖到Pipe币 什么样 充提的 那这对于 后续进场买入的持有者来说 风险性比较大 好 那今天解析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能帮我影片按个赞 就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 那我们今天分析影片就到这边 告诉我你们 对Pipe币的想法是什么 或是希望我给大家做其他的分析影片 都可以告诉我 再上方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